自从去年6月以来,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节目主持人王刚被质疑砸错宝贝事件备受各界关注,如今风波升级,不但被告赏了法庭还有消息称王刚将告别健保,天下收藏栏目早在7月份就悄悄变脸,取消长达7年的砸宝环节走出户外录制节目,而王刚也不见踪影,其节目制片人含用回应,该班与官司没有关系,王刚老师只是暂时休息,等节目形态稳定后会回归。 不知王刚暂时缺席节目录制是否因为官司问题,日前一位被砸掉宝贝的收藏者傅长永将北京电视台和王刚告赏法庭,10月14日北京朝延区法院于下午2点开庭审理京城砸宝案,双方围绕傅长永的藏品究竟是宴品还是被误杂,展开激烈辩论,至于原告律师所说到的节目中三位专家不具备鉴定资质,节目制片人显得很无奈,因为还在审理中我不方便说太多,同时他还表示,节目中请到的健保嘉宾都是收藏界专业人士,我之前就说 如果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一是文博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二是艺术品拍卖公司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三是艺术品公司有信誉度的经纪人,他们可以说都是收藏界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